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 百货大楼往往象征着某个地方的经济发达程度 里面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 常常是人满为患 逢年过节更是被抢购一空 商品的发达程度赶不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 所以国营百货大楼成为中国民间经济发展的缩影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 全国各地的百货大楼陆续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综合性的商场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关于百货大楼的案子 时间1995年1月14日 坐标云南省昆明市百货大楼 还有半个月就是春节了 下午四十十五分 百货大楼里人来人往 很是热闹 突然轰得一声巨响 令所有人都震惊了 随着爆炸的冲击波 四周的玻璃发出颤抖声 整个楼层失去了电力供应 天花板上的装饰物稀里哗啦的往下掉 不明所以惊慌失措的人群 是手忙脚乱的向一楼通道跑去 百货大楼二层的商户沉默 只感觉双耳刺痛 嗡嗡作响 仿佛彻底的失去了听力 浓烈的硝烟味四处蔓延 火蛇吞吐 直往天花板上窜 被吓坏的人们连喊带叫的 连滚带爬的向外冲去 某服装店内 衣架及衣服上的衣服 全都抛了出来 散落了一地 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楼管理人员 后勤人员纷纷跑来处理事故 正在大家满心疑惑 手忙脚乱的时候 百货大楼一层再次传来同样的一声巨响 一个13岁的小女孩恰好跑到附近 一瞬间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然后身体四分五裂 一条腿直接被炸飞了20几米远 这两次爆炸仅仅相隔五分钟 一时间二楼的火还没有扑灭 一楼的火又熊熊而来 百货大楼卖的东西大多都是一燃品 如果火势得不到控制 恐怕整个大楼都要被烧毁 百货大楼的管理人员取来了所有的灭火器 神情慌张地灭着火 好在消防员及时赶到了 将火势控制在了小范围内 与消防员同时到达的 还有警方和医护人员 大家各司其职 立即开始工作 云南省昆明市官机关领导也相继赶到 警员们配合医护人员抢救伤员 组织疏导工作 十分钟后 在消防员的专业操作下 大火被扑灭 昆明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在百货大楼的外围设起了警戒线 交警也赶来疏导交通 伤员们乘坐警车和救护车 直奔各大医院的急诊科 后经统计 此次爆炸 共造成一人死亡 98人受伤 其中重伤14人 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余万元 消息很快上报到了公安部 于是乌国庆 许文荣和高光斗立即启程 从北京赶往昆明 一下飞机 他们就直奔现场 第一爆炸现场 位于百货大楼二楼西侧 卖衣服的精品装柜旁 二楼水泥地面被炸开了一个 直径50厘米的洞 第二爆炸现场 位于百货大楼一楼东面 楼梯口左侧 一楼水泥地面被炸出 深1.5厘米的浅坑 爆炸引燃了一些易燃物品 火势虽大 但因扑就的及时 并未造成更大的损失 在百货大楼一层和二层 乌国庆反复的勘验 同时听着昆明警方的汇报 昆明干经老张汇报道 二楼炸了之后 人都往一楼跑 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楼的音乐员听见二楼的炸响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在自家店里站着 就看见不远处柜台边上 放着一个纸箱子 那个纸箱子既没有冒烟 也没有散发出什么味儿了 可是眼瞅着就炸了 乌国庆这么一听 心里就有数了 他说 如果是这种情况 肯定不是导火索引爆的 要是导火索引爆的 肯定会冒烟 有味儿 而跟前又没有别人 那爆炸装置 肯定是定时的了 当时通常情况下 定时爆炸装置 一是用闹钟定时 二是用洗衣机定时器定时 乌国庆让人从一个洗衣机上 拆下一个定时器来 把那个定时器解剖开 给现场的勘察人员看 好让民警们知道 重点搜寻的目标 定时器一般有三样东西 钟摆 滚轴 发条 昆明警方一位技术处处长刘警官 看着拆开的零件说 我刚进来现场的时候 找到这个东西了 但是我误以为是日光灯管里的什么东西 我就给扔了 乌国庆说 你赶紧去找 刘警官回神去找 便从一堆杂乱的东西里 给翻了出来 拿给乌国庆看 乌国庆一看 不用怀疑 这就是洗衣机定时器里的东西 乌国庆说 再到房顶子上去看看 发条是盘着的 爆炸时 他往往会粘在房顶上 果不其然 三分钟后 在屋顶上 侦察员们找到了 雷管爆炸时的那些碎片和发条 根据这些分析 乌国庆和昆明警方一致认定 百货大楼的爆炸现场定性为 由定时器引爆的人为恶性爆炸案件 除此之外 负责二楼现场勘察工作的 省公安厅技术处的同志 从凌乱的现场中 发现了一根被炸得弯弯曲曲 约有七八厘米长的弹簧 即一个瓣上涂有绿油漆 被炸成两段的铁锤 乌国庆仔细地看那把锤子 锤子的瓣 是由两根粗细不同的铁管相套 焊接而成的 锤子的瓣上 还有个切割机切割过的痕迹 思考了片刻 乌国庆推断 这个瓣原本是比较长的 一起勘察现场的人不明白 乌国庆为什么对着一把锤子 翻来覆去地看 从一把锤子里面能看出什么来呢 在一些老干警的分析中认为 昆明百货大楼 作为昆明市地标建筑 也是人员最为密集的地方 一楼二楼连续爆炸 而且是定时炸弹 说明罪犯是早有预谋 很有可能是为了扩大影响 虚意搞政治破坏的 大家不约而同地 想到了此前禁毒运动时 杀掉的一个缅甸大毒枭 那个大毒枭的弟弟 一直扬言要到中国进行报复的 要搞爆炸 这次爆炸 极有可能就是这种境外极端势力所为 昆明警方的分析很有道理 作为中国西南门户的云南 警方一直处于打击制毒贩毒的第一线 这些因素不可避免的 成为分析案情性质时 着重要考虑的方面 但吴国庆却有不同的见解 他说 根据这把锤子来看 我认为犯罪分子是奔着钱来的 这不像是政治性的破坏 犯罪分子在爆炸装置旁 放一把锤子干嘛呢 核实了 这把锤子不是大楼里原先有的 肯定是犯罪分子带来的 因为锯过 我在想 犯罪分子为什么锯呢 他是为了便于携带呀 要是搞政治性破坏 他带着这么重的一个东西干嘛 放在爆炸装置里 也起不到多大的杀伤作用 还不如放一大把钉子 比这个锤子还厉害 那么他带着锤子肯定是想用它 锯了是为了便于携带 怕被别人发现 所以 锤子是抢钱用的 当时有人不同意吴国庆的观点 说道 下面还有银行储蓄所 对犯怎么不炸银行和储蓄所呢呀 炸银行和储蓄所不是更有钱 吴国庆说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一切都得依据现场说话呀 现在 这个锤子就是一个现场 它出现在这 而并没有出现在银行 那么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必须要能够解释通 现场为什么遗留下了这把锤子 吴国庆坚信自己的推断 他又仔细地勘查了一下收款台附近 看柜台上那些碎了的玻璃上有没有留下指纹 从现场四周还收集到了大量的黑色人造格 及牛仔裤迷彩服等碎片 两处现场均有较浓的没有味 并发现了大量的白色塑料桶碎片 高光斗经过细致的勘查和实验分析 认定犯罪分子使用的 是民间开山采食用的安提炸药 他推理说 炸药用牛仔裤和迷彩服包裹后 放置在了黑色人造格的提包内 并安放了定时引爆装置 被犯罪分子带到了现场 之后 乌国庆围绕着锤子展开了工作 首先 这个锤子既然是犯罪分子带来的 那么就要好好的分析一下了 具备条件搞到这个锤子的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从锤板上看 焊接技术不是很好 上面还有锈 用的铁管不是很讲究 从这一点上看 犯罪分子是在一个不很讲究的厂子里干活 另外啊 这个锤子瓣是从一个整体上切割分离出来的 后续侦察员在调查走访的时候 要注意有切割机的单位 以及在切割机的旁边 是否有这个锤瓣铁管相一致的铁管 侦察员先后走访了多人 逐渐排查出了有价值的线索 百货大楼二楼精品柜台的营业员 肖里纳张群等人 向警方提供了一个情况 他们说 我记得爆炸前有一个男顾客来买西服 当时是两人一起 还有另外一名男顾客 那个人将一个黑色的手提包 放在柜台边上的人行过道上 对 就是那边 当时我们还提醒他 注意手提包 别丢了 人多手砸的 但那位男顾客只应成了两声 根本没有当回事 当时我也没有多想 但几分钟后 就大爆炸了 事后证明 爆炸的中心正是放置黑色手提包的地方 营业员们知道事关重大 极力地回忆当时的情景 详细地向警方描绘了两名顾客的体貌特征 及口音 经过讨论 专案组初步认定 营业员口中的两名顾客 正是制造此次爆炸事件的重要嫌疑犯 公安机关以百货大楼几名营业员 提供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为重点 在全市城乡部署了搜查工作 加强各社会面的防范和戒备 在各项专门工作开展的同时 还将案情向昆明驻军做了通报 请求给予协助 1月17日上午 即案发后的第三天 昆明驻军某部队的保卫处 向昆明市官局通报了一个重要的情况 该部队的在意战事刘新山 化名 接到弟弟刘新领的一个电话 刘新领在昆明市官渡区 小霸联盟电控铁幕装潢厂打工 他于1月16日晚 向哥哥刘新山说 哥 跟你说个事 我觉得有用 可能跟爆炸有关系 刘新山一听 立刻就提高了警觉说 金领 你别着急 慢慢说 越详细越好 刘新领答道 知道了哥 我们常年 有一个姓宋的河南人 和一个绰号叫小东北的人 在那天 应该是1月11号吧 那天中午 他俩约欧文 一起搞爆炸 说是13号那天 先把我们干活的电控铁幕装潢厂炸掉 14号再去炸百货大楼的 趁混乱抢些钱 刘新山一听 知道有门 立刻问 你怎么答复他们的 当时 刘新领一听这是犯罪计划 就头皮发麻 他回绝道 这不是瞎搞吗 你们不怕警察抓呀 怂宝 以后别说哥们有好事不带你啊 绰号小东北的那个人 对刘新领的胆小怕事 嗤之以鼻 当刘新领把整件事情告诉刘新山 刘新山立刻向上级报告 昆明市公安局获此情况后 副局长杜敏迅速的赶往关渡区 小坝联盟 电控铁幕装潢厂了解情况 杜敏找到刘新山的弟弟刘新领 给他看了从现场找到的铁锤照片 刘新领当即认定 铁锤就是他们厂的 而且巧的是 这铁锤的瓣还是他亲手焊接的 之后刘新领带着杜敏 来到了一个切割机旁 并从旁边的杂物中 找到了那半截被锯掉的 涂有绿油漆的锤瓣 杜敏心中一喜 立刻将半截锤瓣带回公安局 与爆炸现场发现的锤子一对 正好吻合 这时候杜敏不得不对吴国庆 按条大拇指 正是这个不起眼的锤瓣 串起了关键的证据 在小霸联盟电控铁幕装潢厂查明 姓宋的河南人名叫宋献伟 23岁 系河南省许昌市 讲官池香 梨园村农民 而那个叫小东北的人 在厂内登记的名字是袁凯全 30多岁 自称是东北人 无任何的证件 二人是该厂1994年年底 从老五市场雇来的 干活时算不上是积极 但也说得过去 他俩在此厂工作了19天 于1995年1月12日 即案发的前两天 便卖了全部的生活用品后 离厂走了 刘新领还反馈到 离职前 小东北袁凯全和宋献伟两人 又约去了该厂另一名小工赵和林 赵和林稍微考虑了一下 便同意参加 赵和林27岁 系河南省新政县 新店乡农民 平日与宋献伟袁凯全二人 交往密切 由此证明 刘新领反应的情况是可信的 昆明市公安局局长杨明丽 调集精兵强将 到小霸联盟电控铁木装潢厂 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锁定了目标 接下来的便是搜集证据 侦察人员从宋献委 袁凯全二人住过的宿舍内 查到了白色塑料桶一只 和爆炸现场收集的白色塑料桶碎片 进行了比对 结果表明 二者完全一致 此外 侦察员还从抽屉里找到了一些电线 后又从垃圾堆里面 找到了一本已经撕毁的书 书里的空白处 写着许多诸如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之类的话 另外 书内还加着一张清单 上面罗列着购买电池 定时器 雷管 导火锁 电线等物资 有了笔记 就要确定是谁写的 于是侦察员找到了 袁凯全和宋献委在场期间 购买饭票时的签字 经笔记专家分析认定 清单上的笔记 与袁凯全的笔记一致 而且清单上列出的各种物资 在这次爆炸中都使用了 经过走访调查 几个该工厂的工人证实 宋献委 袁凯全二人 有两个黑色的人造格提包 描述与案发现场的证据是一致的 而且 二人也有牛仔服和米彩服 此外 还有人看到了宋献委 袁凯全二人 曾给工友们展示过炸药 当时是二人刚刚来到场里 怕有人欺生 所以故意搞了一些炸药 虚张声势吓唬别人 由此可见 宋献二人会制造炸药 在宿舍里 侦察员发现了一个定时器 将其带回警局鉴定 其规格大小 与案发现场发现的残骸完全一致 该场的伙夫说 走的那天 宋献委 袁凯全他俩 除了背着背后脚 还提了两个黑色的人造格手提包呢 鼓鼓囊囊的 不知道装的什么 自然 该场工人赵和林 也脱不了干系 被传唤后 赵和林一到警局 就吓得浑身微微发抖 经验丰富的民警一看 就知道十有八九了 于是民警给他递过去一杯温水 让他坐下来 示意他不用紧张 几分钟后 赵和林情绪稳定下来 交代说 小村和小东北 来我们场打工后 我跟他们来往比较多 我这个人好骄 民警轻轻地摆手 打断了赵和林的话 说名字 别说外号 哦哦哦 赵和林连忙点头 继续说道 袁凯全 曾跟我说了好几次 在场里做工 抠抠嗦嗦的 挣不到啥钱 要挣钱就得去炸百货大楼 趁乱抢钱 搞到钱后 到贵州的山嘎拉里去开煤矿 这样才能发大财的 民警在飞快地做了笔录 赵和林喝了一口水 继续说道 元旦那天吧 哦 今年元旦啊 袁凯全拉着我一起上街 买了三个白色的塑料桶 我问他干什么用 他说用来装煤油的 爆炸时能够助燃 我们厂就库存了好多的煤油 随时都可以搞到的 元旦过后十来天 应该是十一号吧 宋县委 袁凯全他俩 约我十四号去炸百货大楼 我当时猪油蒙了心了 就答应了 我说怎么搞呀 得有计划才行吧 不能愣头青事的 直接跑过去呀 我们仨就偷偷地 讨论了好几次 主要是他俩说我听着 民警抬头 直视着赵和林的双眼 逼问道 说说吧 你在作案计划中 负责做什么 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 你千万别误会 我没参加爆炸 赵和林连忙摇头 又连连白手 解释道 爆炸前一天夜里 我去玩了几把牌 手机好 赢了两千块钱呢 我一想 我都有钱了 还去犯什么法呀 所以我就没去 什么 你的意思是 没钱就可以 正大光明的犯法了 民警又好气又好笑 看来我国人民的 普法任务 还是相当艰巨的呀 像赵和林这样的人 也不是不知道 爆炸抢劫是违法的 但却不那么当回事 心里的潜意是认为 应该可以侥幸的 逃脱法律的制裁 所以一两次的铤而走险 也未尝不可 简直就是愚昧至极 民警叹了一口气 继续问道 你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爆炸案 但你也是同谋啊 为什么不举报 我寻思这 他俩不一定有那个胆啊 没准就是吹牛叉呢 那后来你知道 百花大楼爆炸了之后 知道他俩有胆了吧 为什么还不举报 直到现在 赵和林才真正的意识到 自己是罪责难逃了 他弯腰半战起来 慌忙辩解道 警察同志 请政府相信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 我 我也害怕呀 我现在就举报他俩 他俩肯定是 炸百花大楼的人 民警将笔往桌子上一拍 立声说道 早干嘛下来啊 晚了 赵和林腿一哆嗦 坐回到椅子上 过了几分钟 他忽然又坐直了 说道 那我 现在举报个人 能不能争取宽大处理啊 这不是讨价还价的地方 有什么情况 都说 我在11号那天 把宋县委 袁凯全 要在13号那天炸工厂 14号炸百货大楼的事 向厂长李薛祥说过 李薛祥听后说 他俩是吹牛吓人的 我不相信 厂长没当回事 我也就没举报 按昆明市的明文规定 任何单位雇佣外地民工 必须持有三证 即身份证 暂住证和务工证 厂长李薛祥 在劳务市场雇佣 宋县委 袁凯全二人时 宋县委只有身份证 没有其他的两证 而袁凯全是什么证件都没有 李薛祥委图方便 违法了规定 非法予以雇佣 根据赵和林的口供 李薛祥知道了 宋县委 袁凯全二人要炸工厂 炸百货大楼的时候 他竟是毫不关心 不向官机关和主管部门报告 简直是玩忽职守 更为严重的是 当李薛祥得知百货大楼 爆炸案发生后 应该很容易猜到 是宋县委 袁凯全二人干的 但仍然是知情不举 而此时 他又悄悄地跑到了 昆明市旁边的东川市去了 云南省官厅电话通知 东川市公安局 迅速查明李薛祥的去向 1月18日晚 东川市公安局电话报告 李薛祥正在 东川市机动车驾校培训中心 学习驾驶技术 昆明警方和东川警方 联合行动 李薛祥连夜被押回了昆明 预审员询问他 为什么知情不报时 李薛祥说 我怕影响自己的工厂里的利益啊 自己辛辛苦苦几年 干起来的工厂 弄不好就会受到损失 再说了 他俩作案时 已经不是我厂里的员工了呀 预审员一拍桌子 训斥道 置别人的生命和财产完全于不顾 典型的自私自利 至此 大量的物证和人证 完全可以确定 宋献委 袁凯全二人 就是114昆明百花大楼爆炸案的组织实施者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将转移到查询 宋献委 袁凯全二人的真实身份上 宋献委 袁凯全两贩 1月12日离开工厂后到哪里去了 在哪里做的准备 14日作案后又逃往了何处 这一系列的问题 警方还需进一步的查证 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这又是一场大海捞针一般的艰苦搜捕 公安机关首先要做的工作 是迅速的查清宋献委 袁凯全二人的真实身份 宋献委有身份证 这是最好的线索 在案发后的第四天 1月18日 河南省官机关就将宋献委的照片 及有关的情况 电传给云南省官厅了 宋献委 出生在河南省许昌市 将官池乡 黎原村 他从小不务正业 16岁 近离家外出流浪 曾被民政部门收容遣送回家 但不久又外出流浪 袁凯全是什么证件都没有 这个名字是真是假 还不清楚 除了知道他有个绰号小东美外 其余的是一无所知 这时乌国庆提议 请上海市铁路官局刑侦处 著名的模拟画像专家 张鑫同志来昆明画像 张鑫乘飞机赶到了昆明后 根据百货大楼营业员 电控铁幕装潢厂工人 及众多目击者的描述 画了三张袁凯全的肖像 再应用专业的技术 进行三合一 组成了一张模拟画像 至此 被公安部评为八大刑侦专家中的 吴国庆 高光斗和张鑫 都参与了此案的侦破工作 昆明警方立刻按照此模拟画像 颁发了通缉令 1月19日 借案发后的第五天 昆明警方在电视台 电台和报纸上公开了 缉捕宋献委 袁凯全二人的通缉令 云南省官厅官部 也相继向全省全国 发出了通缉令 昆明市城乡各处的老五市场 是最有可能找到 袁凯全真实身份的地方 民警们自然要仔细地走访 终于功负不负有心人 从劳务市场的登记表上发现 袁凯全的名字出现在两个 昆明市的单位招工名单上 一个就是前文提到的 小霸联盟电控铁木装潢厂 另一个是一个昆明市区的工厂 警方立刻驱车赶往市区的 那个工厂了解情况 据那位曾经雇佣过 袁凯全的经理回忆说 我记得这个人 在我们这儿干过 让我仔细想想 对了 我曾经看到袁凯全有一本爆炸证 发证机关可能是内蒙古齿峰式 一个什么煤矿颁发的 时间有点久了 我记不清了 当时招工时他没有身份证 就用爆炸证做的登记 其他的我也想不起来了 抱歉啊警察从这 不用抱歉了 这条信息对我们来说已经很重要了 侦察员欣慰地说道 另外摸牌过程中 警方从某旅店登记簿上查到 1994年6月26日 即案发前的半年多 袁凯全曾入住过这家小旅店 在旅社登记簿上 也发现袁凯全使用过极为类似的一本证件 但发证地址是呼伦贝尔蒙 如此看来 袁凯全的老家 很有可能就是齿峰和呼伦贝尔蒙中的一个 从昆明到内蒙 既是再远 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无非就是从中国的大西南 奔向大东北 专案组立即飞往内蒙古齿峰市 在齿峰市公安机关的协助下 进行了几天的艰苦查询 很遗憾 没能锁定那个颁发爆破证的煤矿 于是专案组又赶往呼伦贝尔蒙 这次的工作依旧不轻松 大家兵分两路 一路在官部门查找资料 一路去到各个矿场调查 终于在呼伦贝尔蒙官处的登记册上 查到了一个登记表 正是袁凯全申请办理爆破证所填的信息 由此查清了他的有关情况 袁凯全是黑龙江省双崖山市领东区人 从1986年10月起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蒙的一个煤矿工作 担任爆破员 工作期间表现正常 此外担任爆破员期间 他还开过私人商店 经核对照片 袁凯全正是在小坝联盟电控铁木装潢厂做工的小东北 至此 宋献委袁凯全两犯的真实身份 正式查清了 追捕宋献委袁凯全二犯是当务之急 在派出人马赶赴内蒙的同时 昆明公安机关也在行动 派出大量的侦察员 清查昆明市城乡的旅店招待所 建筑工地 采石厂 出租房 车站等地 寻找两名逃犯的逃跑踪迹 不久 昆明市公安局关渡区分局查明 1月12日13日两天 接案发前的两天 宋献委袁凯全两名嫌疑人 住宿在了金马镇的新营旅社 据该旅社的服务员反映 13日下午 我去打扫房间时 看见那两个人在床上摆扭着一堆电器 见我突然进来 神色很慌张 专案组人员问 要请你仔细地确认一下 是不是通缉令上这两个人 没错 警察从这您来之前 我就反复地看过通缉令了 就是这两个人 不然也不敢冒冒失失地 给警局打电话呀 随后 侦察员对宋献委 袁凯全住宿的房间 进行了仔细地勘察 不久 在床板下 搜查出雷管 导火索等爆炸物 紧接着 又有消息传来 宜良县临近昆明 宜良县公安局查明 根据身份证登记信息显示 宋献委与另一个人 曾与案发当天 即1月14日晚 住宿在该县城内的一家旅社 15日上午离开的 而所谓的另一个人的体貌特征 向极了小东北 袁凯全 小霸联盟电控铁幕装潢厂里 更细致的调查也在展开 这里的工人们 极力地回忆着 终于回忆起 另一个有用的线索 工人们反应说 他俩有一次聊天 我听到了 说一旦挣了大钱呀 往哪里躲呢 贵州就不错 或者呀 直接逃往境外 于是云南省官厅 紧急部署有关 帝州市官机关 全力以赴 在边境一线和交通沿线 层层设卡 清查堵截 同时 专案组派出几个追捕组 吩咐云南省的河口 开远 宣威 取境 贵州省的水城 贵阳等地 加强搜捕 同时 专案组又派出两个追捕小组 吩咐两名逃犯的老家 河南省许昌市和黑龙江省双崖山市 进行调查控制 张王以待 事后证明 专案组判断是正确的 云南取境 贵州水城 贵州贵阳 这三个地点 与逃犯的逃窜路线吻合 一月二十九日 案发后半个月 黑龙江省双崖山市 袁凯全的二伯家 接到了一个电话 谁啊 二伯 是我 全 二伯心里一紧 尽量让自己的语定 显得平静 问道 啥事啊 没事 二伯 我爸我妈挺好的吧 那时候 袁凯全家里还没有安装电话 以往给家里报平安 也是打到二伯家 二伯问 挺好的 你在哪干活呢 好久没回来了吧 袁凯全说道 我在广州呢 二伯继续问 哦 咋跑这老远呀 这边挣钱容易呀 还不冷 一年十二个月都能干活 不向老家 干半年 一上洞 就得歇半年 哦 是不错 回头我跟你爸妈说一声 说你挺好的 二伯 你也注意身体啊 我挂了啊 挂吧 二伯 先别挂 忘了问了 最近有没有人去家里找我呀 此时 二伯已经明白了袁凯全的意图 他是在侧面的打听 家里公安部门的动态 于是说道 这我哪知道呀 你爸妈没提起过 应该没有吧 哦 知道了 二伯挂了 宋县委 袁凯全在昆明百货大楼实施爆炸的犯罪警情通报和二人的通缉令 由云南电视台滚动播出 自然黑龙江省双崖山市 河南省许昌市的居民都能看到 所以在两个嫌疑人的家乡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案情 袁凯全的二伯是一个离休的老干部 有较高的思想觉悟 对侄子所犯的罪恶也十分的痛恨 于是这位老干部及时将通话内容告诉给了公安机关 双崖山警方立刻将情况通报给了千里迢迢而来的昆明警方抓捕组 于是专案组领导分析案情后确定 让抓捕组将工作重点转移至广州 随后昆明市公安局副局长范全杜敏 刑侦支队长高明 副支队长陆云斌等 带多名干警赶赴广州实施抓捕工作 广东省公安机关对昆明公安机关抓捕 宋县委袁凯全两名逃犯的工作也十分的重视 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协助 广州市公安局复印了数千份宋县委 袁凯全两名逃犯的照片及通缉令 分发给有关部门 并对全市收容收审前送站 做了具体的部署 昆明警方的追捕组 在广州市官局的协助下 在很短的时间内 清查了广东省大大小小四百多个旅店 二十多个劳务市场 大家都知道 由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达 故广东省的外来人口数量巨大 因此抓捕组的工作量也是难以估计的 经过艰难的排查 暂时是一无所获 几天后 副局长范全 杜敏及部分干警 只得返回昆明 留下一部分干警 坚守广州 继续查找线索 二月二十七日 案发后将近一个半月 线索再次出现了 袁凯全再次给二伯家打电话 探听有关情况 二伯问他在什么地方 我在云南呢 昆明 上次不是说在那什么 什么广州吗 再又扑到云南去了 本来离得也不远呀 跟着工头来的 哪有活去哪 哦 有活干就好啊 我跟你爸妈说一声 二伯应承着就挂了电话 袁凯全竟然说是在云南昆明 云南省官机官获赐信息后 心里也是吃了一惊 这个袁凯全竟然敢重返案发地 如果是真的 这胆子也是够大的了 专案组当即派人前往昆明市电讯局 查询打往黑龙江省双崖山市的 长途电话情况 经反复的查询 结果显示 在那段时间 并没有人从昆明往双崖山 打过长途电话 于是专案组分析 这是袁凯全为扰乱侦查视线 而耍得鬼把戏 想要调虎离山 令警方疲于奔命 如此一来 警方则判断袁凯全肯定还在广州 专案组将此次情况 通报给了留在广州的抓捕组 抓捕组在广州市公安局的协助下 立即赶往广州市电信局 一个小时后 筛查出了几个从广州 打往双崖山市的长途电话 警方按照袁凯全二伯家的电话号码 通话旗指时间点和通话时长 锁定了一个电话号码 并由此摸清了袁凯全 所打电话的地理位置 昆明市公安局局长杨明决定 再次派出抓捕组队员 二副广州 增援广州抓捕组的力量 为保险起见 三月六日 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副支队长陆云斌 率领着八名干警 四名知情人赶赴广州 其中包括最早提供线索的 两名逃犯的工友刘新岭 有了模拟画像和熟悉的人 只认两名嫌疑人的成功率 就大大的增加了 抓捕人员分成三个抓捕小组 分头行动 以袁凯全打电话的位置为中心 在附近进行蹲守 同时在广州市公安局的配合下 在此位置附近的街道 商店单位工作地日夜搜寻 三月十一日 案发后将近两个月 下午四时三十分左右 抓捕组干警 吴建明、刘宪文两人 与知情人刘新岭 再次前往广州市 下唐西路附近搜寻 三人沿着铁路往前走 这时 从他们对面来了两个 棚头垢面 推着满车砖头的民工 刘新岭心里一动 对来人看了一眼 不动声色 带那俩人擦肩而过之后 他小声而急切地 对吴建明、刘宪文说 就是这两个人 吴建明、刘宪文一听 迅捷地转身 一人扑向一个 几乎就是在同时 宋县委、袁凯全两人 也反应了过来 他俩立刻丢下手推车 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 撒嘴就跑 铁路边尽是坚硬的碎石 一不小心就会摔倒 吴建明、刘宪文两名干警 互相对了一个眼神 话不多说 也兵分两路 拼尽全力地追了过去 在烈日下 所有人都全力地奔跑 大约跑出半里多地 吴建明与袁凯全的距离 越来越近了 他三步并坐两步 飞身一跃 就把袁凯全扑倒在地 但是就在扑出的瞬间 一不小心手铐掉在了两米外 而吴建明的右膝盖磕在了石头上 鲜血之流 他顾不得伤痛 一边呼喝着 一边随手捡起地上的一根绳子 想将吴凯全捆住 但吴凯全凭借着身强力壮 拼死反抗 他用力一睁绳子就开了 爬起来又跑 吴建明一瞪眼 是怎肯轻易地放过 他再次跃起 一下子将亮枪着奔跑的袁凯全 再次扑倒 随即集中生智 掏出手枪 用枪柄朝着袁凯全的后脑梢猛击了几下 将他砸晕了 然后死死地压在身下 另一边 宋县伟虽然是身材矮小 但极为的灵活 奔跑起来是个百米冲刺的劲头 他在车水马龙般的马路上 没命地乱窜 在行进的车流中穿梭 刘县伟死死地盯住紧追不舍 路上的行人和司机都惊呆了 不由得停下来看热闹 这一幕像极了香港警匪片中的追逐情节 让人看得紧张刺激 又好奇心大起 眼看宋县伟越过马路 就要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了 刘县伟心里发狠 咬紧牙关拼命向前 几个剑步赶了上去 在一片相对开阔的地方 他猛扑上前 一下子将宋县伟扑倒在地 宋县伟当然也不肯就范 胡乱地挣扎着 此时刘心灵也赶了上来 协助刘县伟 一起将宋县伟牢牢地按在了地上 在两公里外的另一个守候点的干警 陆云斌、傅亚东等人 得知宋县伟、袁凯全 两名逃犯被擒的消息 立刻赶来 与吴建明、宋县伟会合 他们借助广州市公安局 天河分局刑警大队的一辆警车 将宋县伟、袁凯全两名嫌疑人 押往广州市公安局 看守所关押 3月12日清晨 昆明市公安局局长范全 刑侦支队支队长高明 乘飞机前往广州 安排押借宋元两犯 返回昆明的相关事宜 3月13日中午12时 嫌疑人宋县伟、袁凯全 被全副武装的公安特警人员 押回案发地昆明 经过长时间的审讯 和对证据的呈现 宋县伟、袁凯全渐渐地失去了抵抗意识 分别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其实 宋县伟、袁凯全策划在昆明百货大楼实施爆炸 趁乱抢钱 续谋已久了 早在案发前的3个月 即1994年的10月 他们就着手准备 先后购买了炸药、雷管、定时器、电池等物 并对实施爆炸的地点进行了分析和踩点 两人于1995年1月12日离开工厂 1月13日在昆明市关渡区金马镇新营旅社内 利用已经掌握的技术 组装好了爆炸装置 14日下午4时左右 二人出现在昆明百货大楼旁边的地下人行通道里 观察了一阵 二人背过身去 将各自携带的黑色人造格手提包里的定时器 打开倒计时状态 我啥可怕的 龟一村才怕 开干 宋县伟给自己鼓劲 袁凯全也跟了一句 干他娘的 谁怕谁啊 王八怕铁锤 然后将烟头扔在了地上 吐了口唾沫 按照事前的分工 宋县伟负责炸二楼 袁凯全负责炸一楼 他俩在二楼转了一圈 看了看谁家的生意好 不一会儿宋县伟心里有了主意 于是将黑色的皮革手提包 放在了一家服装商铺的柜台旁 然后又假装买衣服 营业员提醒他注意手提包 他却胡乱地硬承着 不理这个茬 然后宋县伟给袁凯全使了个眼色 袁凯全转身去了一楼 袁凯全在一楼兜兜转转 抬头看向二楼 见宋县伟给了他一个手势 于是急急忙忙地将黑色手提包 放在了楼梯旁边 由于紧张 他将带来的铁锤 也落在了炸药旁边 下午四十十五分和二十分左右 两个爆炸装置相继爆炸了 趁人群惊慌混乱之际 宋县伟抢走了二楼收银台内的 四百元人民币 随后逃离现场 在一楼实施爆炸的袁凯全 看到爆炸后的情景 并不像他原来猜想的那样混乱 柜台里居然还有人逗留 而他随身携带的那把铁锤 被炸坏了 派不上用场了 于是袁凯全没敢动手抢钱 也趁乱逃跑了 爆炸发生后 两人分别赶到事先约定的地点 双龙桥头汇合 各分赃两百元后 于当天逃到了距离昆明十公里的 宇良县城 在那里 他们用宋县伟的名字登记 在县城内的一家旅社住了一晚 15日往东北方向逃窜 跑到了云南省曲径市 16日又逃到了贵州省水城 在水城吃了一顿饭后 二人从水城长途汽车站 乘长途客车 逃到了贵州省贵阳 在贵阳逗留了两天之后 二人想找个地方打工 但又不敢出示身份证 只能作罢了 宋县伟抱怨道 妈的 费了半天劲 就抢了这点钱 这才没几天 就花光了 袁凯全平时是一副凶狠的模样 关键时刻都不敢抢钱 这令宋县伟有点看不起他 这些话就是说出来 揶揄袁凯全的 袁凯全自知理亏 只顾低着头抽烟 然后摆出一副心不甘的模样 虚张声势地说道 狗娘哑的 我还就不信了 等我下次的 下次怎么也搂他个碗八千的 宋县伟脱了口唾沫 继续揶揄道 别吹牛逼了 现在都吃不起饭了 还说那些屁话有啥用 袁凯全满脸的不服气 但心里面虚的不行 典型的外墙中肝模样 他继续回嘴 别老整着没用的 老子是一时失手 等哪天牛逼一回 让你开开眼 宋县伟呸了一声 立刻起身 混入人群之中 后面的袁凯全小声地喊了句 你干啥去啊 等等老子 立刻起身追了上去 怕宋县伟甩了他 宋县伟在人群中挤来挤去 最后成功地偷到了一百多块钱 然后两人从贵阳坐上长途车 朝东南方向 长途跋涉 逃到了广州 逃到广州后 因没有钱就一直露宿火车站 后来实在是难熬 宋县伟决定冒险去工地打工 跟袁凯全一商量 袁凯全立刻叫嚣道 爬个蛋呀 走 于是二人走上广州的大街 打听着招工的地方 不久宋县伟和一个河南老乡 打上了话 那个河南老乡 把他俩带到了人力市场 宋县伟朝着一个中介 就往里走 忽然被袁凯全拉了一把 拉我干啥呀 要不要才寻思寻思呀 我怕 我怕被认出来呀 你个怂货 刚才来之前 不还是说爬个蛋吗 到这反倒怂了 袁凯全一脸的怂样说道 我擦 不是我怂 必须小心不是吗 爱你妈的去不去 老子不做饿死鬼 宋县伟一挥胳膊 进入了中介的门店 两人各自起了假名 经中介介绍 混进了广州驻军母部队的工地 做小工 在打工期间 两人故意不洗脸 以防别人认出他们来 即便他们再狡猾 依旧还是难逃警方的追捕 于是便出现了广州街头 鸡凶的精彩一幕 前后历时56天 动用警力三千多人次的 114昆明百货大楼爆炸案 终于搞破 1995年5月14日上午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114案犯 宋县伟和袁凯全 进行了一审判决 判处袁凯全宋县伟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此外 赵和林因知情不报 犯包庇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两年 本案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 感谢大家